有信息 因为现在这边也在等我 夜色渐浓 舞台灯光一亮 就这样 期盼已久的音乐盛典正式开幕了 今儿个的演唱会 简直就是一场音乐的大狂欢 观众的激情仿佛随着节奏跳跃 一波接一波 从那震撼人心的人世间到开场的那一刻 每一秒都让人记忆犹新 今晚 不单是歌手们展现实力的时刻 更是他们与音乐深度对话的时候 说到盛会中的重头戏 各种曲风的歌曲轮番上阵 令人目不暇接 人世间的演出特别值得一提 韩红和孙楠合作演绎 两人的声音强大有力 让这首歌的情感深度和音乐张力直线上升 观众仿佛被每个音符牵引 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和深沉的情感 接下来 说散就散 在古剧机和胡彦斌的合作下 带来了别样的风情 虽然这首歌早已深入人心 但二人的心意演绎 还是二人眼前一亮 特别是胡彦斌的和声部分 为这首歌增添了不少惊喜 依然一爆炸 则由周深独立完成 它那独一无二的嗓音 加上对歌曲深刻的理解 让这首本就个性十足的歌曲更加出彩 周深的舞台表现力惊人 尤其是副歌部分的高音连续输出 展现了它非凡的音乐才华 作曲家这首歌 由谭维维 玉可维 袁亚维三人连媚演绎 就像一场音乐盛宴 每个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歌曲 使得这首歌成了晚会的一大亮点 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作品 演唱会还包括了很多新鲜的演绎 从唯一的独特魅力 到年轮说的情感表达 再到说好不哭的温柔触动 每首歌都展现了歌手 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 随着音乐会的深入 每位歌手都用自己的声音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不仅展示了自己的音乐才华 也让观众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和魅力 这场音乐盛宴不仅是歌手们记忆的较量 更是心灵的交流 从南山南的柔情 到年少有为的激情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宇宙中璀璨的星星 每位歌手都用自己独特的风格 和对音乐的理解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南山南的演绎 由陈楚生和张碧晨合作 两人的声音温柔而力量十足 将歌曲的情感推至极致 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诗意的美好 这首歌的表演 就像一阵温柔的风 让人难以忘怀 年少有为的表演更是亮点频出 黄启山和袁亚维的合作 完美融合了歌曲的青春气息和激情 展现了年轻一代的豪情和梦想 他们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激励着每个人追逐梦想 不畏前路 每首歌的演绎都不只是音乐的表现 更是一次心灵的触碰 歌手们通过声音和情感 与观众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音乐的震撼和感动 在这个音乐之夜 每次演唱都像是灵魂的洗礼 观众在音乐中找到共鸣 在歌声中寻找慰藉 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 更是心灵的旅行 让人在忙碌喧嚣的生活中找到宁静和安宁 演唱会结束后 观众依依不舍地离开 但音乐的余韵在心中久久回响 这一夜的音乐盛宴 不仅给每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也成为心中美好的记忆 音乐既是力量 也是慰藉 它能触及心灵最深处的情感 在这场充满激情和感动的音乐盛宴中 每位歌手和观众 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感受到了音乐的真正力量和魅力 《相亲相爱》街道友谊赛 胡彦斌与袁亚维默契搭档 共唱偷心 夺得观众喜爱 宝宇 近日 知名音乐综艺节目《相亲相爱》街道友谊赛 迎来了新的一集 节目形势新颖 复刻了热门选秀节目的特色环节 伙伴选择 本场比赛中 陈楚生和胡彦斌同时选择了歌手王心灵 然而 在广大网友的投票中 陈楚生的支持率落后于胡彦斌引发热议 主体 在过去几期中 陈楚生选人之准确令人赞叹 但此次对王心灵的选择却遭受突破性的失败 赛后 面对王心灵的委婉拒绝 胡彦斌遗憾选择接受袁亚维的邀请 仿佛这两位赛事高手不得不面临同台竞技的局面 引起一阵惋惜 胡彦斌与袁亚维联手演唱的偷心 展现了深情浪漫的气氛 歌颂了爱情中的心碎 无奈和挣扎 两人细腻如微的表演深深打动了观众 精湛的演出激进堪称完美 胡彦斌深情的歌声 加上袁亚维柔美的嗓音 营造出如气如素的氛围 观众纷纷被触动 后来的采访中 节目组特别为他们增加了不少镜头 使得胡彦斌似乎在这个节目中 有了更多的曝光机会 不过 他们的合作歌曲大绵 表现较为平淡 除了服装统一的视觉效果之外 并无太多亮点 这首歌的旋律 并不太具有吸引力 两人的演唱也未见突出之处 音色差距较大 各自独立为正 整体上说 表现良好 但并未有眼前一亮之感 近来 陈楚生参加了多部音乐类节目 且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 在这一期的相亲相爱接到友谊赛中 他的表现似乎稍显逊色 在众多网友心中 已不再占据主要位置 对此 陈楚生需加以修炼 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以赢得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在这一期的比赛中 有些观众期待看到 胡彦斌与王心凌组成搭档 虽然未能实现 但观众依然表达了 对他们的关注和支持 在对未来的期待方面 许多粉丝呼吁胡彦斌 能够单独演唱那些 令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不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结局本集相亲相爱 接到友谊赛 无论从环节设置 还是参赛选手的表现上 都做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极大的激发了观众的观影兴趣 而胡彦斌与袁亚维的默契配合 更是给人们带来了一份惊喜 也充分证明了实力派歌手的魅力所在 声声不息 张碧晨 袁亚维太尴尬 汉诗心意歌手后 主动求上男孩悲剧 他们是当红的女歌手 有着绝佳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歌吼 分别是张碧晨和袁亚维 然而 最近却传出了一段 令人惋惜又尴尬的故事 让人不禁为两位女歌手捏把汗 故事源于张碧晨和袁亚维 对心仪的男歌手萌生了爱意 两人决定主动追求 怀揣着满腔热情 充满勇气的上门表白 可没想到 这次行动竟让他们陷入了尴尬境地 首先是张碧晨 他对一位男歌手一见钟情 决定大胆表白 他收集了各种关于男歌手的资料 热衷于了解他的喜好和兴趣 为了给自己加分 他学会了男歌手最喜欢的菜系 还特地去买了他最喜欢的牌子的香水 准备化身完美女友上门 然而 当他鼓起勇气去找男歌手的时候 面对的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 他已经有了女朋友 张碧晨的心情顿时像刮了一处寒风 被冰凉的现实击碎了美好的憧憬 他的表白遭到了拒绝 让他感到又尴尬又失落 而袁亚维也有着类似的遭遇 他爱上了另一位男歌手 对他倾注了满满的心意 袁亚维在男歌手的演唱会后门等了很久 期待能够有个浪漫的相遇 然而 男歌手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却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并向袁亚维解释 说他已经有了女朋友 袁亚维当场就冻住了 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的付出和勇气 在这一刻变得如此尴尬无比 他只能默默地道别 心中充斥着失落和遗憾 这两个故事让人惋惜 也让人心生同情 张碧晨和袁亚维是出色的歌手 他们勇敢地表白自己的感情 却在最后遭遇了拒绝 这种尴尬的场面 让人不禁为他们捏把汗 或许 爱情本就如此残酷 即使是拥有才华和美貌的歌手 在感情的道路上也会遭遇挫折和伤害 面对这样的反转 我们只能感叹命运的捉弄 并期待张碧晨和袁亚维 能够找到更好的归宿 生活中的尴尬时刻 常常给我们带来不少笑料和教训 尽管经历了这次尴尬 但张碧晨和袁亚维 并没有因此退缩 而是用坚定的态度继续前行 他们将继续用自己的音乐 征服世界 证明自己的价值 爱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有时候会遭遇挫折 但只有不断努力 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张碧晨和袁亚维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遭遇怎样的尴尬 我们都应该勇敢地追求 我们的梦想和爱情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 遭遇类似的尴尬 但重要的是 如何面对和解决它们 只有勇敢地面对尴尬 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 所以 无论你是谁 在遭遇尴尬时 不要气馁 要告诉自己勇敢面对 坚持追求自己的梦想 只有这样 你才能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创造出一个精彩而充实的人生